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说了呀,这乾隆皇帝实际上是这第一次金春之战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既然是这样,这皇上老爷子他有什么表示没有呢? 当然了,这举国上下的庆典呀,那肯定是有 不过呀,这乾隆皇帝呀,他不封,他不像那个乾明的这郑德皇帝一样 这一高兴啊,打了圣仗先给自个封个军宫,封一个世袭一等宫,威武大将军什么的 那么这金川打了圣仗啊,看出来这乾隆皇帝确实也是真高兴 首先呢,在京城的祭天祭地祭祖先,天坛地坛社稷坛奉先殿全去到了 然后啊,派得力重臣以及自己的皇子一同出关 到关外啊,去祭祀关外三陵,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这关外的老祖先们啊,都得通知到了 然后就是啊,要亲自的去告业这东西二陵 这乾隆皇帝有多虔诚啊,我给您说说 这乾隆皇帝先是跑到东陵马南域,先去告业东陵 那埋着谁啊,他醉井两的皇爷爷 并且啊,也是他一生所效仿,所追求的,那就是爱心绝罗的悬业,康熙大帝 然后呢,紧接着就得奔西陵,一线皇陵啊 要说啊,这中间啊,他是路过北京城的 可是这皇上他不见,他直接啊,马不停息的 从这个东边的尊化皇陵,颠不颠的就直接跑到了西边的一线皇陵 那是谁啊,那啊,这太陵里埋的是他爹啊,雍正皇帝 实际上,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啊 这第一次金川之战,这战争的规模呀,并不大 可是战争的意义啊,咱们上级,前文书已然交代清楚了 哎,我塞这儿啊,不用跟您多讲,您也知道 这乾隆皇帝这么做呀,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给天下人看的 其一呢,要告诉天下百姓以及满朝成功 我呀,杀大臣花重金去打这场战争,我不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呢,是给那个魏赃地区的某些个跳梁小丑 别有用心的所谓宗教政客看的 这中央政府啊,也就是大清朝廷啊 决心是满满的 只要你敢有异动,这大清国呀,就敢抽你 那么既然您皇上老爷子都把这个事情搞得像天一样大了 那么给您干这件事情的人,即便这功劳他再微末 那您也得重重的封赏 那首先说,那要封赏呢,就得说是这第一功臣 经这五省宝货殿大学士,这傅恒,傅中堂 这皇上说了,必须得好好赏重重的赏 一句话呀,不义,实际上不义个屁呀 谁来义呀,还不是您皇上一句话的事吗 加太子太父,后来皇上由特命加太保贤 有人说这太父和太保它是平贤,可以随便加吗 哎,是,哎,重点来了啊 这东宫三师说的就是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和太子太保 他们加一块叫东宫三师 或者可以称为啊,叫做太子三师 这多数的时候啊,是由这个大臣兼职 哎,这个威望高的,学历高的,学识高的 哎,也有专职者 实际上这些个头衔啊,属于是荣誉头衔 您看啊,这清朝啊,后来是秘密立储制度 都不知道谁是太子 但是这朝里边啊,他永远不缺这个东宫三师 哎,也就是说是太子太师,太子太父和太子太保 您要再不明白啊,您可以查一查一本啊 叫做百官之四上的书,上边很明确的就这样记载着 太子太师,太父太保,各一人从一品 长福岛皇太子,每见迎拜殿民三门拿臂 每门闭上三师座,太子乃座 与三师庶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败 太子书则成陆被俘虏已从 当然了,这句话啊,他说的是那个专门给太子做老师的这三个人 说这三个人啊,都是从一品 当然了,这现在复衡啊,他已然不是从一品了 所以这乾隆皇帝啊,在这太父之上啊,又给了他一个太保衔 并且啊,这句话上啊,还交代了一下这个太子和这个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地位 您看啊,这上面说的很清楚,这每逢老师来啊,这太子得在这门口啊,也就是殿外迎接 而且呢,到了殿上之后,这三位老师坐着太子才能坐 并且呢,这太子见到三位老师啊,是互相行礼的 行了,咱们这岔头不远呢,赶紧拉回来 这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官场上的小知识点 讲完了太富太保,这些可是傅恒身上的荣誉弦 咱们再说说这傅恒身上的实弦,也就是宝和殿大学士 实际上啊,在后人看来,也就是我看来啊 这傅恒啊,短暂一生,这最有意义,最厉害的直弦 就是这宝和殿大学士 有人说呢,这历史上有过这宝和殿大学士直弦人多了 那为什么就是说傅恒这个宝和殿大学士最值钱最有分量呢 咱们呀不说其他朝代,咱就说清代 哎,这宝和殿大学士确实是在顺治年就有 不过那会儿啊,他和后期像雍正乾隆时期的这个内阁呀 从系统上啊,就不太一样 至于怎么细化,以后咱们讲这个清代官职和这个官僚系统的时候啊 我给您细掰着 总之啊,在这乾隆十三年以前啊 这大学士啊,还分这个中和殿 宝和殿,文化殿,五英殿,东阁,文元阁 这谁来做这内阁的首府呢 哎,通常啊,有的时候是中和殿大学士 有的时候是宝和殿大学士 但是啊,到了这个乾隆年以后啊 通常就是宝和殿大学士 哎,为这个内阁首府 可是到了傅恒这边啊 这傅恒死了以后 乾隆皇帝就认为没有一个人再能担得起宝和殿大学士这个称号 所以说啊,自此以后这个称号就被废了 宝和殿大学士这句号就聚在了傅恒身上 由此可见 我们就知道 这傅恒、傅老六 哎呀,乾隆爷这个小舅子 在这个乾隆一朝 在乾隆皇帝心里的地位是有多么的重 说完这个朝廷上给的呀 不管是什么太子太保啊 太子太父 还有这宝殿大学士 哎,咱们还得说呀 从军功上的荣誉 这军功上的荣誉呀 说实话不用我说 您呢,一看这个傅恒的这个像 您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傅恒像啊 通常就是这张 首先往身上看这个四团龙的蟒服 这可是王爷才能穿的 有人说哪有四团龙啊 有啊 两斤板 前后心呢 当然了 您只能看见两个侧肩板 和一个前心的团龙 这傅恒后世那个团龙啊 您看不见 还有就是这红宝石顶子 您射得了吗 那也是王爷才能有的 这一品大元的 那无非也就是红珊瑚 您呢,再往这脑子后头看 哎,赏代双眼花灵 这厉害了 您看很多这个清朝官员的画像啊 脑袋后头连灵子都没有 这有军功啊 赏个花灵 那就是皇上家呀 给你天大的脸 这傅恒后边竟然是双眼花灵 当然了 没到头啊 咱们只说到这小金川之意 这傅恒最后呢 是赏代三眼花灵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是朝服相 也就是说呀 上朝的时候是可以穿着这身衣服 这套行头的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腰上可还挂着腰刀呢 在皇上跟前能挂着腰刀的 那必然是得有侍卫行 这就说明什么 现在傅恒虽然不是侍卫 但是他曾经做过侍卫 或者说呀 做过领侍卫那大臣 咱们这一口气啊 还真不能就把这傅恒 傅老六的所有军功荣誉都说全了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只不过呀 才讲到这一打金川 哎,这刚刚结束吗 这傅恒啊 虽然寿命团啊 活了四十几岁啊 哎,就死了 可是呢 这现在也无非才是满打满算的二十七八岁 他这立功的日子啊 可还长着呢 您像日后的平定准改尔 还有啊 就是征逃缅甸 傅恒 傅老六啊 不是亲自指挥 就是居中调度 所以说呢 咱们要聊啊 也只能聊着傅恒在一打金川之后 得到的这些赏赐 待遇 荣誉称号 以及官衔 那咱们最后啊 咱们就得说一下这傅恒得到了什么样的爵位 哎,这一打金川之后 这傅恒啊 一下子就是公爵 而且这个公爵啊 是一等功 还有荣誉称号 叫做一等忠永功 在乾隆十四年金川胜利以后啊 不久 也就大概是十四年的年底吧 这乾隆皇帝啊 还在东安门内 给这个傅恒啊 修建了府邸 并且为这傅恒建造了宗祠 那么一桶啊 这个傅茶室 傅恒的宗祠碑 现在还保留了下来 您要是想看看啊 这座碑啊 就在今天那个动物园后生 北京石科艺术博物馆内珍藏 好家活的嘞 您进到这博物馆之后啊 您看那桶啊 最高最大最深人的碑 那就是这傅恒 加此所立的乾隆皇帝 亲笔所书的玉智碑 所以说这傅恒啊 这故事还多着呢 咱也不能从这儿 一下子它掰吃全了 得嘞 今儿啊 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 这傅恒 明儿啊 咱们要聊聊这 月中旗月军文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啊 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了 您早歇着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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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